在许多人看来古代的新楼和妓院都是一回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古代的新楼和妓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妓女这个行业最早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发明的 它设置了拥有700名妓女的国家妓院 管仲设置妓院 一是为了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 三是吸引大量人才 四是宋记与离 兵不血刃 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 一时关系大清 清楼二字原指古代 一种很精致的房子 外面用清漆七号 白墙黑瓦 外观典雅 是书香门第 富贵豪门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清楼慢慢的演变成了高等的风月场所 在古代妓院也分为三六九等 一等清楼叫做清零小掰 就是卖一股卖身 都是几进的四合院 装修金粮 开笔豪门付户 二等的旧烧逊色一点 没有那么奢侈精装 不过档次也是相当的高 叫做茶室 三等的称为夏楚 比起茶室又简陋一些 四等的就差多了 面相攻心 称之为土昌或小夏楚 还有一种是暗昌 又叫暗门子 就是对外不说是干这个的 背地里偷偷地做 大多是熟人推荐来的 古代妓女中 只有昌妓是卖诗的 歌妓 舞剧一般都是卖一不卖诗的 被称为清官人 如果两个都卖 则被称为宏官人 青楼里的姑娘 大多是卖译不卖诗的妓女 但也有少数卖诗的 她们的档次一般比较高 接待的都是些达官贵人 风流才子 纯粹做皮肉生意的妓院 又被称为妖子 档次较低 古代妓院的管理人员叫老宝 据说在古时候有一种鸟 比大雁大一些 生性最淫 是万鸟之妻 她愿意与万鸟交配 所以妓院老宝的名称就由此得来 妓院的伙计叫大茶壶 妓院里房间众多 姑娘们和客人在房间里 外人不方便进入 如果他们需要茶水 拿壶盖敲茶壶 外边的伙计听见了就进来去水 有的直接拿一个大的茶壶 隔着窗户直接往里去水 所以管火急叫大茶壶 清楼里的姑娘一般是一人一座楼的 还有下人伺候 姑娘们诗词歌赋 提起书画样样精通 一般的大家闺秀都比不了 要想见上一面不是有钱就可以的 程序环节非常复杂 头一个环节叫齐楼萨诗 文人雅士们要先写首诗 由丫鬟选好后 抄下来送上去给姑娘看 姑娘看上了才能留下来进入下一关 第二道程序就是打茶围 文人雅士们先做下品茶 各展才华 同时还得出手大方 一盘瓜子赏多少银子 过来垂腿的赏多少两银子 柔街的赏多少银子 就是变相的展现财力 每开始一个潮为叫开盘 所以说想借趟青楼 没文化没财力是不行的 故而青楼女子 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 一双玉碧千人枕 一点朱唇万人长得妓女 而大多是生不逢时的奇女子 而青楼名声的乌画也是 因为封建统治晚期 是封日下 文人是大幅阶层 自身素质下降 到德华坡所导致的